其實我覺得還蠻妙的 就是第一次表演的時候 一直有出現那種棒球比賽 才會出現的喇叭聲音 我覺得也還蠻酷的 謝謝那個吹喇叭的朋友 然後 好好好 好 先那個休息一下 我真的很開心 喇叭聲再來一次 好開心喔 你們今天覺得很開心嗎 接下來要帶給大家的這首歌呢 它是一個快歌叫做啦啦隊 那在我的理想人生這張專輯裡面 它是最後一首歌 我覺得在今年的最後一天 跟大家分享這首歌也非常適合 就是 對於從明天開始 要有百分之百的活力 跟自信去度過 然後在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 新年快樂 祝你們每天都覺得有人陪伴 然後覺得有滿滿的被愛的感覺 然後我的那個粉絲頁 叫做啦啦徐佳穎 大家也可以上去按個讚 或者是 或者是留個言之類的 雖然我看不到你 但是如果你有來看我的話 我心裡會有感應 好 最後真的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送給大家這首歌 叫做啦啦隊